好,鼎姐妹,我們從這一週開始就進入一個新的總題 那個題目叫做《神在信仰女的經論》 那麼這個騙語是出自提摩泰前書一章四節 當保羅寫這個提前的時候 他就祝福提摩泰要留意忽所 叫那裡有一班人不要再注意一些虛構無稽之事 無窮的家譜 那麼他說這些事引起辯論 對於《神在信仰女的經論》並無助益 所以在這裡有一句的騙語叫做《神在信仰女的經論》 那麼在這個系列裡面我們一共有八篇信息 那麼第一篇就是《神在信仰女的經論》 那管制並支配的儀仗 好,那麼我們從第一大點開始進入 那麼第一大點就是講到儀仗 那麼我們需要看見《神的經論》對我們不是一個道理 不是一個說法 更是一個異仗 我們在主灰復中的人 必須有《神經論》的異仗 那麼人的經文是《使徒行轉》二十六章十八節 那麼那裡呢 主將保羅拆到外邦人那裡去 叫他們眼睛得開 所以異仗和項見有關 好,接著有四個終點 講到這個異仗的 首先我們這個異仗是在神經論的範圍裡面 第二呢,當我們看見異仗的時候 我們會受異仗來管制、支配 並且指引 那麼這個就是《珍言》二十九章十八節 他說沒有異仗,文就放肆 不受約束 到過來的,當我們看見異仗的時候 我們就受我們所看見的異仗來支配、管制和指引 那麼當我們看見神經論異仗的時候 我們會剛強,而且不動搖 啟示錄四章十一節那裡講到 他說萬有事因你的旨意存在並被創造的 我們人的存在,我們基督徒信徒的存在 是於神的旨意 而且臨前十五章五十八節 他說我們要堅固,不可遙動 那麼這個都跟我們看見異仗有關 異仗是剛強我們,叫我們不遙動 那麼我們如果是愛主的,愛主的恢復 我們要在這個恢復裡面認真實行 照會生活的話 我們就要揭力的看見一切 關於神經論的異仗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三節 耶和華說你們尋求我 若全心尋求,就必尋見 所以尋見在於我們尋求 然後三十三章第三節 他說你呼求我,我就會英雲你 將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隱密的事指示你 所以在這裡我們需要來呼求 來全心轉向他 《還有生命記》二十九章二十九節 他說隱密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的神的 所以頂姐妹我們需要揭力一再看見一切關於神經論的異仗 這個就是第一大點,還在看見異仗 好了,第二大點就讓我們來看見關乎神的經論 神的經論就是神家庭的行政 神要在基督女將他的自己分次到我們這一幫 蒙他簡選救贖的人裡面 結果他們就得著一個家彰顯他的自己 這個家就是照會,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看回那個提前,一章四節 保羅就用到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論 到第三章的時候,他就說 如果我擔言提摩泰,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當怎樣行,者家是活神的照會 真理的處石和根基 按著字面,經論就是神家庭的行政 到三章,保羅就提到 他就說,照會就是神的家 者家是活神的照會 好,從第一,終點起 按著字面來說,神的經論就是神家庭的行政 他的目的就是為他的兒子產生並構成一個的身體 留意這裡引用的經文就是以忽所說 從第一章到第五章,每一章以忽所說都提到身體 第一章,末了一章二十三節 照會是他的身體 二章十六節,他說 使兩下在一個身體內與神和好 三章六節,我們藉著福音和外邦人和猶太人 同為後製,同為一個身體 到以忽所說的第四章,一個身體,一位靈 本於他全身體,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 每一部分依其道量而有的功用 聯絡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 以忽所說五章三十節,因為我們是他身體上的肢體 所以神的經論,從以忽所說一二三四五章 都提到他要為他的兒子得著一個身體 第二終點,如果我們從整本聖經 它中心題目就是神的經論 整本聖經都是關乎到神的經論 以忽所說一章十節,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論 這個時期就包括列祖時期,律法時期,恩典時期 時期滿足時的經論 所以整本的聖經就是關乎到神的經論 而這個經論是隱藏在那位歷世歷代 創造萬有之神類的奧秘 神的創造都係於他有一個的經論 好,有三個小點 聖經中,管制支配我們的議長,乃是神聖的經論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讀聖經 要將神的經論讀出來 要將神聖的分次讀出來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的經論 沒有抓住一個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明白聖經 好,到第三終點就講到 神經論的那個元素範圍、貧值、目標和目的 是哪位呢?就是基督 所以馬太福音十七章五節下 在那個變化山上 當彼得說要為主耶穌、為摩西、為以利亞 蓋起三座牌的時候 一下子,父就在那裡說話 將摩西、以利亞都提走 然後那裡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悦的 你們要聽他 這個要聽他就是單單的聽他 因為唯有基督是神永遠經論的那個中心 是那個的一切 那在《勞家福音》二十四章 在那個核西 主耶穌去挽回這個門徒的路上 主耶穌就跟他們說 關乎摩西的律法、新賢者的書、詩篇中 一切關於耶穌的事 Amen 所以從這裡看見 《勞家福音》、摩西的律法、新賢者的詩篇 都是講到基督 Amen 基督是神永遠經論的元素、範圍、貧值、目標和目的 好了,來到第四重點 就是重在那個分次 神的經論就是神要將他的自己 分次到我們的裡面 那麼保羅用的就是《以弗所書》三章十六節 他說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類 基督藉著信 安家在你們的心裡 保羅用到加強 用到安家 然後在羅馬書第八章 他說今天主經過過程成為生命之靈 這個生命之靈的律釋放我們 脫離罪與死的律 還要將生命分次給我們 十節說 他說靈因二是生命 就是說這個靈得著生命 蘇維生命的分次 六節就說是深思置於靈 深思就是蘇維的生命 還有十一節 他說必次蘇維的生命 給我們必死的身體 所以從六節、十節、十一節 就讓我們看見神聖的生命 分次到我們的靈、魂、體、全人的三部分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簡單的看看這四個終點 第一個終點就是讓我們看見神經論的定義就是 家庭行政為著他的兒子產生一個身體 第二終點整本的聖經就是關乎神的經論 而第三終點在神經論裡頭 那個中心的一切就是這位的基督 神的經論就是要將他的自己分次給我們 加強我們 安家在我們的裡面 亦都叫我們的靈、魂、身體 都得著這個神聖生命的分次 好,來到第五終點 亦都是我們從這個過程 神所經過的過程來認識神的經論 神的經論是神聖肉體 經過人生受死、復活 成為次生命的靈 這個是三一神所經過的過程 進到我們的裡面做生命分次給我們 好,讓我們能夠得出變化 產生自會、基督的身體 就是神的家、神的國、基督的配偶 最終集大成成為新耶路撒難 神經過的是一,成肉體 二,為人生活 第三,受死 第四,復活 環有他成為次生命的靈 最終他進到我們的裡面 我們成為一個團體 一,是祂的照會 是祂的身體 是祂的家 是祂的國 是祂的配偶 至終成為新耶路撒難 引用的經文很有意思 全部都是從約翰福音 來看神經論這件事 好,一章十四節 說成了肉體 就是講到神 在祂過程中 踏出的第一步 成了肉體 環有祂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環有祂是一粒的物子 落到地裡死了 在這裡,神的羔羊 就是講到祂的救贖的死 這個贖的死 環有祂是一粒物子 落到地裡死了 這個落到地裡死了 祂還將祂神聖的生命釋放出來 所以從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 二十九節和十月二章二十四節 讓我們看見祂的成肉體 祂的受死 環有祂的復活 好了,祂的生命釋放出來之後 進到我們的裡面 這個就是二十章 主在復活裡 回到門徒的中間 向祂們吹了一口氣 就說你們受聖靈 這個受聖靈叫我們得救 叫我們得著重生 這個就是約翰福音三章 主跟尼哥底母說 多次提醒 人若不重生 人要從水和靈生 好了,這個重生 就叫我們成為什麼呢? 請留意一下 十四章 在我父的家裡 就是神的家 三章 說到重生的時候 他說我們重生 就能夠見神的國 我們才能夠盡神的國 所以在這裡有神的國 還有三章二十九節 就說取辛苦的就是新郎 基督是新郎 我們這一幫蒙他重生的人 就成為他的生父 所以領姊妹很有意思 在這個約翰福音裡面 我們看見三一神為我們成肉體 釘死,復活,釋放生命 成為那靈,吹到我們裡面 結果我們成為他的家 他的國 他的身父 至終在約翰的著作裡面 啟示錄二十一章二節下 升成新耶路撒難 從神那裡 從天而過 有如身父裝飾整齊 好,然後我們看第六終點 第六終點就是從神聖啟示的高峰下 神聖人,人成神的角度 來看神的經論 神的經論就是神聖為人 好,叫人能夠成為神 當然說到人成為神的時候 我們是指著在生命上 在聖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 來成為神 很產生基督生機的身體 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難 這個我們可以從羅馬書 羅馬書八章就說到神 就猜了自己的兒子 就說到神聖肉體 然後他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指著主耶穌的受死 將罪在十架上也定罪了 然後第三,一章三節和四節就說到 論到神的兒子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 他從大為後裔身的 這裡指著他的食肉體下 神聖為人 好了,按聖別的靈說 他從死人中復活 以大能飆出為神的兒子 這裡這個神的兒子指著神的長子 他經過死,經過復活 他的人性被拔高 生到他的神聖女 他如今是神的長子 具有神聖,也具有拔高的人性 他就成為頭一個的神人 第一個神人的版 到第八章我們就成為他的許多的弟兄 成為他大量的複製 成為和他一模一樣的 到羅馬書十二章就說 他在基督裏我們是一個身體 所以鼎姊妹 在這裡我們看見神聖為人 很叫人聖為神 羅馬書第一章 還有羅馬書第八章 結果產生基督的身體 羅馬書十二章 至終啟示錄二十一章 終極完成於生耶路實蘭 好,第七終點 按著神的心願 神永遠的經論就是 要叫人在生命聖程 他不在神格上 與他一模一樣 神自己和人成為一 人與神成為一 使他能夠在彰顯上 得以擴大、擴展 叫他在神聖的屬性 得以彰顯在人聖的美德類 我們看看這裡引用的經文很有意思 有項福音一章 他說信入他們的 他就像他們權兵 成為神的兒女 那這幫神的兒女 十三節就說了 乃是從神生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不是領養的 我們不是神契了我們 我們是神用祂的生命 重生我們 我們是有神生命的 那約翰一書三章一節 他附赐給我們何等的愛 叫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那如今我們的確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曉得他若顯然 我們必要像他 所以從約翰的著作裡面 說到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所以蒙神重生 我們還要經歷這個生機的救恩 到一個地步必要像他 正如他所示的 我們要與他一模一樣 與神成為一 神與我們成為一 那彼得後書 彼得也講一下 藉著者寫的應許 我們得有份於神的聖情 神能夠將他神聖的屬性 彰顯在我們人聖的美德女 好了那最後一個終點 第八終點 講到關乎神聖經論的 就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從撒旦這個混亂的舊造女 神藉著她的經論要產生生重 所以在加拉泰說六章到沒了的時候 保羅說 受國禮不受國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臨後五章十七節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 既然有新造就有舊造 神的救恩要將我們從舊造女 從混亂女救出來 成為他這個神聖的新造 好,第一小點 宇宙的歷史 乃是神的經論 和撒旦混亂的歷史 我們從創世紀就看見了 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 是好的 是有秩序的 是能夠在那裡彰顯神的作為 但到第二節就說 地變為荒廢、空虛、冤眠、黑暗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見 撒旦的混亂進來 但是感謝神 到二十六節神在那裡有福造 神福造從天到地到生命 到陸地等等 然後神做人 為了一個目的 叫人能夠在那裡彰顯祂 叫人能夠在那裡代表神 來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伸促 還有全地環有一切的爬物 在這裡有神的經論 好了 如果我們去到傳本聖經 最後的就是啟示錄 啟示錄二十章 在那裡有一個關乎 撒旦這個混亂歷史的結束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在二十章的火壺 在火壺裡面 就指這個敵基督 還有跟隨他的假身賢者 被涌到火壺裡 十節就說 他說迷惑他們的魔鬼 也都被涌在流亡的火壺裡 十一節說 他說天地都屠頓 到十二節 他說在生命策上 只要明智不在生命策上 看見死了的無論大小 也都被涌在火壺裡 海交出其中的死者 死亡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者 就是說鬼也都被涌在火壺裡 死亡陰間也被涌在火壺裡 那所以在這裡 在千年國道結束之後 這個新天新地開始之前 這個撒旦混亂的歷史 會有一個終極的總結 就是火壺 一切消極的 都被涌到火壺裡 收 新賢者 魔鬼 死亡陰間 一切不信的都在火壺裡 而神的經論結束於啟示錄的二十一章 在那裡有新天新地 在那裡有聖聖 有新耶路實 有辛苦 有神的帳幕 神親自與人同在 Amen 感謝主 這個是神 這個經論的終極完成 在聖經裡面 並在我們的經歷中 我們要看到有撒旦的混亂 總是隨著神聖的經論並行 主需要得聖者與祂成為一 這個就是啟示錄 七個召回到末了的時候 主都在那裡呼召 得聖的 Amen 很征服撒旦毀壞的混亂 今天我們要投身於神的建造中 神聖經論裡面成為祂的得聖者 主說得聖的 凡有意的就應當聽 那第九終點 主的恢復 今就是為了完成神的經論 頂姐妹 今年是主恢復整整一百年 主的恢復在地上有一個獨特的使命 就是要成就神的經論 正如前面這八個終點所提到的 今天我們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來完成神的經論 怎樣完成神的經論呢? 我們就要從第三大點認識 神的經論乃是在一個信仰裡面的範圍來開始 而且是發展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需要在一個對的範圍裡面 我們才能夠有份於神的經論 這個信仰裡的範圍包括什麼呢? 一二三終點 這裡有一個對比 這個對比就是消極的和積極的對比 好 消極的對比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第一,在信仰的範圍裡面的話 我們就需要停止我們的工作 停下我們的作為 還有我們要認識一下 我們是無法履行神的要求 我們不能夠憑我們自己所做 那積極的是什麼呢? 積極的是我們要信靠主 我們要在這裡宣告 神已經為我們作成一切 我們接受就好了 還有我們需要信入基督 藉著信來知取一切 Amen 這個就是我們在信仰的範圍裡 開始並發展神的經論 說到信心 完全在於項見 神經論的內容的景象 所以弟兄姊妹 這個一連七次的信息 一次又一次 一篇又一篇 幫助我們 越過越看見 關乎神經論的項目 關乎神經論的小點 希伯萊書那裡說 他說這位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 並成忠者 但請留意 他說我們需要望斷以及於耶穌 這個望就是一種的看 一種的觀望 一種的觀望 把信心傳輸給我們 Amen 好 恩著我們看見 關於神經論內容的啟示 自然而然的 那個相信我們所看見 這個成為我們裡面 相信的一個能力 希伯萊書十一章下 講到很多信心的榜樣 講到阿伯拉罕的時候 他說他恩著信 在應他之地作下 摩西他的父母 恩著信 就將摩西藏了三個月 不怕黃命 摩西恩著信 長大了 拒絕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寧可選擇和他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他望斷以及於那想詞 好 鼎姐妹一切在於信 信在於望 Amen 好 第五終點 基督徒的生活 是信心的生活 是相信的生活 加拉太書 三章起手 寶羅就問 他說我們接受了那力 是本於聽信 他說我們藉著信 就接受所應許的那力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在於看見 是在於相信 我們行事為人 憑在信心 不憑硬見 好 到第四大點 就給我們看見 在神經論裡 信是我們接觸神的唯一要求 亦是我們完成神經論唯一的路 第三大點就給我們看見 我們是在信仰的範圍裡 開始並且發展神的經論 要完成神經論 信是唯一的要求 這裡主要我們要進入加拉太書第二章 有兩處的聖經 一個是十六節 一個是二十節 我們先把經文看了 十六節就說 或者知道人得到清疑 不是本於行律法 乃是藉著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入了耶穌基督 使我們本於信基督得到清疑 不是本於行律法 因為凡屬肉體的人 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得清疑 當然當時的背景 就讓保羅在那裡陳明一件事 因信清疑 留意他這樣說 他說我們是藉著信耶穌基督 在英文裡面 他這個信不是一個動詞 他說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在基督耶穌的信裡面 我們得到清疑 然後他說 使我們本於信基督 out of faith in Christ 這個信是在基督裡面 從而我們得到清疑 好 我們看看第一宗 十六節就說 我們得清疑 是藉著信耶穌基督 直譯是什麼呢 就是faith of Jesus Christ 耶穌基督的信 或者在耶穌基督裡面的信 faith in Jesus Christ 這裡含視什麼呢 你說of也好 你說in也好 就是含視我們對 這位神兒子一種的真相 當我們真相這位主的時候 他就將他自己注入我們裡面 成為我們的信 鼎姊妹 我們聽福音也好 我們每一次讀信息 你最會聽到關乎主的話的時候 其實在那裡帶來一種的真相 當我們真相到主寶貴 不知不覺間 他就將自己注入我們裡面 當主將自己注入我們裡面 這個就成為我們的信 所以我們讀信息也好 聽信息也好 每一次的聚會 總叫我們裡面的信加真了 這個信叫我們能夠相信 這個也成為我們相信的能力 好了 而這個信 在基督耶穌裡的信 Faith in Jesus Christ 其實就說到我們跟他有一種生機的聯結 所以這裡說信耶穌基督不是客觀的 不是只是外面說我信了這樣 這個信是一個信入 是一個生機的聯結 我們與基督是一 當我們這樣來相信基督 我們就進到他的裡面 我們就將我們自己信到基督裡 與他成為一靈 Amen 求主加強我們 頂姐妹我們需要來爭賞 需要接受他的注入 保養他的信來加真 加強一個生機的聯結 叫我們這一幫人越過越有 那個相信的能力 第二重點就是 加拉太書二樽二十字 那裡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加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來活著 然後他說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 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 與他聯結所活的 那請留意這個發表下 是在他兒子的信裡 那這個神兒子的信呢 英文是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是指我們裡面耶穌基督的那個信 而這個信呢 成為我們憑依相信他的那個信 好 當我們寶貴他的時候 就產生在我們裡面有信了 我們就能夠相信他 Amen 那根據我們基督徒的經歷 在我們裡面運行 這個真實活的信 不單是屬於基督 亦都是在基督裡 所以這個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亦都是那個in 在基督裡面的 好 所以保羅的意思是什麼呢 原來他說這個信呢 一面屬於基督 亦有呢 是在基督裡面 那在基督裡面呢 就更加主觀了 而且信呢 不單只是曾經注入我們裡面 而且還是呢 正在不斷的 基督將他自己呢 注入我們的裡面 Amen 好 鼎姊妹我們需要那種信的生活 信的生活就是呢 我們天天向主闖開 這個信 讓這個信呢 不斷的 注入到呢 我們的裡面 我們呼求主也好 我們呢 讀這個即時的信息 讀這個神興聖言 我們呢 參加聚會也好 我們要討告主呀 讓這個信 繼續 不斷的 注入到呢 我們的裡面 當基督在我們裡面運行 他就成為我們的信 好 鼎姊妹 天天啊 我們要讓主在我們的靈中運行 在生活中啊 上班啊 這個家做 家務啊 我們都要讓基督呢 在我們裡面運行 這個運行呢 就帶來他更多呢 不斷的注入啊 好 最後一個小點 我們經歷基督 活在我們裡面 有秘訣啊 這個秘訣呢 就是呢 in faith 在信的裡面 所以呢 保羅說 他說我如今所活的 那個生命是 我在神兒子的信裡 我在神兒子的信裡 保羅呢 是憑著在神兒子裡面 並且呢 屬於神兒子的那個信 來到呢 正如剛剛所說的 一面是of 一面呢 我們所需要的信 不僅是在神兒子裡面的信 當然呢 屬於神兒子的信 只有在這個信裡下 憑著這個信 我們才能呢 完成神 信仰裡面的經 哦 那頂姐妹 在生活中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更多的來轉 更多的來珍賞 讓祂呢 更多的來注入 更加強呢 我們與主之間 那個呢 生機的聯結 求主呢 除去一起的間隔 我們需要認罪 需要悔改 好讓主呢 能夠與我們聯結 Amen 我們能夠呢 更多的相信主 好嗎 叫我們呢 能夠在基督的裡面 接受他呢 不斷的注入 接受他呢